所有的世界冠军在这个都是在他身上 所以刚刚加他的15 所以我们非常期待他目前 这一位出场比赛的表现 他已经出发了 我们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好吗 OK那么Thomas呢 这位选手来头真的不简单 因为商场速将赛程比赛形式 就是由他来牵头 组织了很多实力强劲的选手 来形成的这种比赛形式 也就是说 他严格意义来说算创始人之一了 开创者 所以说他也在这比赛中 获得了很多的冠军 32秒 我们看他能不能突破 43秒 42秒 43 天啊 太夸张了 我的天呐 那么目前最快的选手出现了 Thomas 他也是商场速将赛程比赛形式的一个开创者 我没看过 我没看过